我系中的角色名字叫做阿东 也可以叫他东东 那他是一个大学生 在学校是一个风云人物 他很会运动 长得又帅 然后同时拥有很多 他自己本身也很风流 同时拥有很多女朋友 那彬彬就是其中一个三角关系的一员 那他的个性 他是属于变得唯我主义的 因为他的小时候的家庭因素 导致他的个性会变得比较自我 比较自大 那如果大家不从他的愿的话 他会变得很狂妄跟很孤傲的感觉 我觉得他是天生一副小生样的 但又有屈感 在这个戏里面正正很适合这个角色 我好喜欢他在整个戏的演出 作为一个不是好 我想这部是他的第一部电影 他也不是一个很资深的演员 但是我觉得他在整个戏里面的把握度非常高 也都可以说是我觉得他很有前途的演员 但是当然要加以时日了 这个挑战对他来说 我觉得都有挺大的分量 他常常有人会说 杜导很严格很 很会骂人 那我觉得应该要替他平反一下 因为他 我觉得他为什么会骂人 因为他个性其实 我已经交代过这样子做了 你们为什么没有照着我的话去做呢 那有时候会是这样子 才会让别人觉得急躁起来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 我的个性差不多也是在工作状态 我也是 他的杜导的个性反而是比较适合我 因为我也是一个同样很急躁的人 但是他有时候 我们有拍一场 在篮球场上打篮球的戏 那这个进的那一球呢 不是我投的 因为我当下我怎么投都投不进去 就是进的不漂亮 然后开始现场的灯光视野来 执行组也来试 然后道具美术什么都来试试看 到时候导演就说 我来试啦 然后就一个人很开心地 就这样拿着球 然后就投 越投越投 然后舌头都还伸出来 就是像小孩子玩球这样 很可爱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老顽童嘛 就是面那个心善的人嘛 他 大家了解他 他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导演